yoooo welcome to Eden's VLOG 現在是早上午5時30分 出發去拍MV 我們在待會說吧 Bye bye Yo,來到這個10號 昨晚都睡了應該有三四個小時 那今天就拍攝第二天的 Votage 3,2,1,Action 哇,好大汗 哈哈哈哈哈哈 Action 阿漢 喂 你放手 放手 你懶得我的手啊 你傻了 你放手啊 你冷靜點啊 很緊張 很緊張 我馬上回來了 哇,第一Tick已經用盡全力了 前臂全都緊張了 而且對方都很專業 Jill也是這樣拍的 但見到這個Set已經 哇 理由吧 大家到時看Emily應該就知道是什麼 那今天就在這裡不斷作戰了 因為太早太準時了 現在連化妝間都還沒開 好 這首歌叫做 Chad Mr.E Reference to Chad G.B.D 這首歌就是簡單來的 就是關於AI的 這首歌是一首 Ben-san的歌 比較Rocky 還有一點J-pop的感覺 有一次收Dembo 就馬上很喜歡 覺得好聽 而且覺得很高 Elonge 很困難 一邊聽到想跟他一起搖 所以這次真的有一個很新的嘗試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過 Edan會出一首這首歌 Elonge 好 剛剛拍完第一個場景 本身都很擔心的 因為要做的事情 不太可以做的事情 真的 很害怕 動得不好看 或者很尷尬 但是幸好景色很美 又很有感覺 而且這次的造型都很特別 這次是我最濃妝的一次 眼影又很厲害 然後又有光光的東西 這次的角色就是一個 死了之後變成一個AI 一會兒的造型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就是一個面具 再給大家看 剛剛那個Short 其實都不簡單 因為在巴士頂上 今天雙鞋子很厲害 其實有點難平衡 剛剛也不太亂動 因為一動就會 就會很熱掉 現在就準備 補一補妝 換第二套衣 拍校巴裡面的劇情 OK 這次跟這個MV團隊是第一次合作的 導演郭劍和Kelly 因為我之前看過她的一些作品 我風格和剪接上都很喜歡 所以就很大膽地 我自己IG的DM過件 有沒有很興趣幫我拍過MV 我覺得跟他們的合作是很棒的 因為他們是很用心 而且超級投入 所以這次這個合作 我覺得很舒服和開心 今天這個真的拍MV 有事夜前所未有的盛況 就是 竟然中間有個停止 好 現在竟然可以回到家 之後再回來 好了 那我現在 回去吃個飯 休息一下 然後再拍 拜拜 好了 休息完一段了 現在又再出發了 面上的豬豬已經掉了 經過回到家之後 現在就再回到片場 現在有點延遲 可能起碼排到3點 那我就... 睡覺 剛剛就是休息完回來 為什麼可以休息呢 就是因為拍這群 排球隊女學生的場景 我們應該跳完 這群排球員有悲劇的 是啊 很慘的 是有一個意外發生的 就靠我拯救他們 這個是新的作員 號稱Edan 豬豬 師奶王 我今天是Edan 豬豬豬豬豬豬豬 因為有七六川 你去探一下妹妹 你害羞嗎 好 先做完事 我剛剛有打過一個招呼 這個就是我的意外演唱 我就是在這裡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成為了一個AI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真的大家來寫 一天你遇到意外 你想做誰的AI呢 做大家的AI 哈哈 好噁心啊 這個題目 導演你知不知道Edan是畏高的 不說的 沒事的 多高都是你媽 沒問題 可以的 多高 你不要裝模作樣 你快說真實 你不怕 他避開 好 那我們現在回去換妝 有沒有有型 發生了你今晚很辛苦 因為不停脫豬 還有這裡現在有一條痕 好像有另一個下巴 真的一個肉擠出來了 這個面罩很適合你 因為你戴了這個面罩之後 就說不出話 好安靜 哎呀 這樣很英俊 對 我很英俊 拿開 嘩 給大家看看這些細節 很漂亮 這個東西 厲害 準備拍這個CPU 很優勢 吃完飯了 我這個這麼有手味的小朋友 當然要放進去應該放的位置 收拾好它 登登 OK 好了 現在轉裝了 剛剛的珠珠已經拆了一些 其實這個珠珠我覺得 挺漂亮的 我想遲些可能有時候都可以配戴 原來有些NK的東西都挺適合 現在就轉裝 轉裝 拍完那一套就好下班了 但現在都延遲了 兩個種 加油 現在還有這個特技花窗 因為在這裡醫我現場受傷 所以好像第一次弄 這張相像 超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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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傷的男人 是不是真正的男人 我今天是真正的男人 這次能夠有這個MV 跟這麼多造型 串溝的一股香味 現在給大家看看 很放鬆 聞一下這個 一股甜甜的香味 這個我喜歡 有一個淡淡的木香味 Andy 你這麼臭 是時候要香一香了 這次AI這個概念 主角是歪文幫我想出來的 當初他跟我說這個概念 我真的覺得很棒 很喜歡 因為其實我自己 某程度上對這些AI 我都挺感興趣的 未來世界可以發展得很厲害 很先進 我也很祈禱 人類會不會一天 真的可以去到那個地步 因為這次 這麼難得有這個AI的影響 都剛好和我之前 跟國華R 上今年的MV 我都可以有多一點不同的上次 這些 不是這麼現實的東西 這次都很滿足到我 這個想法 現在時間來到凌晨的兩點鐘 實在是一點就下班了 現在已經少了延遲 但是呢 還要播著一些很柔軟的音樂 聽不聽得到 花姐形容好像去了太空館一樣 接下來這個鏡頭真的很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二位現場 這個鏡頭超漂亮 還有一個燈就能夠來 這個是在說 Schedule 或是否有一個AI 死了之後 朋友別過 謝謝 十三個女孩都可以收到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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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介紹我今次的兩位導演 然後再回覆我的一篇更大的訊息 說了很多很多他的感受和想法 所以我覺得今次合作是 我自己是超開心的 第一次跟Edan合作的感覺是越來越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大的遊戲 這個過程也很棒 一場去參與一件事 是重要的 我自己想進去 我們在製造一個空間 給大家買意 我也很想繼續一起去 援援新的東西 他聯絡我那一刻 我也覺得很幸福 因為之前也有做一些獨立的作品 但是原來有些獨立的作品 會有人留意的 會留意一些細節位 還有Edan 看到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 很少人說 那你會不會滿意這個拍攝 超滿意 他們最厲害最好的 那種投入和那種用心是100% 即是他準備了一些拍攝 齊齊到一個點 是覺得他真的很認真去對付 溫習 我覺得拍MV好像是 一群人一起經歷了一次很有趣的旅程 而那個旅程是 除了出來外出 而是過程中 我們一起探索到一些新的東西 有些東西得獎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有一件事是可以highlight的 即是你說我們水蛇春 那麼長的拍攝 是拍MV 是我們一起去為那個音樂本身做一些 我們是用影像去幫那個音樂一起 所以很想成分 所以我覺得那一件事 我會覺得 不拍攝就沒有做 嗯 Thank you 真棒 現在是凌晨三點半 收工 Yeah 收工了 好了 期待這個作品出現了 希望大家喜歡就 聽多這首歌 還有特別是這個MV 因為這個MV也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好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Bye Bye 選這首歌之前 都真的鼓起了很大勇氣 這次是真的挺 跳出來的 就是這次 因為我這麼久 這一個MV 找到最多花神 又有雙裝 又有AI 又有大 又有KG 所以 這次拍都挺過癮的 我覺得挺好玩的 對這首歌的確有一點緊張 但是這次拍下去也覺得挺好 老實說 都真的挺難唱的 因為它的音域也很高 開頭試是好像讀書一樣 做不到那種勁勁地 或者有少許雍眼的感覺 第一天錄完之後 回去聽一聽 就發現 這樣好像這首歌不行 第二天就 所以都嘗試一段時間 才有現在這個版本 希望不出來大家覺得滿意 《通知秘時才逆 》 rag操的 tale 哎呀 我